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我以为我上台之前要先深呼吸三秒钟 因为从刚刚到现在听了很多国民党委员的发言 我觉得国民党委员今天的火力非常的弱 而且心虚不已 所以我决定我不用呼吸三秒钟 我就可以来针对我们立法院党团 民进党党团所提出的不信任案 来禁告各位国民党的委员 刚刚费荣泰委员很清楚的说 这一场不信任案的提出 是民进党在玩的戏码 他认为民进党把这个东西 这么重要的不信任案 当作儿戏在使唤 我们要告诉国民党的委员 不信任案的提出 这是何其慎重 何其重要 绝对不是儿戏 也绝对不轻率 刚刚费委员的谈话里头很清楚的谈 看出来 国民党也承认 台湾的经济一直不断的在衰退 但是台湾经济衰退的主要理由 并不在于 这个政府的治国无方 万天万地 万国势 说国势社会都在倒退路 所以台湾又不能免于俗 更重要的一点 万阿扁 台湾现在经济下滑 原来是阿扁做成的 我不知道过去的这几年 到底还是不是陈水扁在执政 还是陈水扁永远都是马英九的救援头手 只要马英九撑不住了 就会把扁维拉 拉出来 把陈水扁拉出来 就能救马英九一把吗 我们要告诉国民党的委员 民进党提出的不信任案 是充分的在反映人民的心声 但是马英九竟然可以藐视立法院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大家要求要撤换财经内阁 你们也都承认经济做得不好 为什么换上来的 却不是财经的部会呢 换上来的是谁 把马英九的心肝 王玉琪 换去主长陆委会 把马英九的挚爱 金普聪 换去当驻美的代表 一个负责讨好中国 一个负责处理马皇下台之后的拘留问题 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政府 这样的领导人 难道不令人害怕吗 当初 马英九刚上任的时候 用了赖信源当陆委会主委 他说 用了赖信源是要告诉在野党 要我们相信 马英九不会卖台 现在 用了王玉琪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 我接下来的日子 就是直接请忠 直接要把台湾卖掉了 江炳坤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他 可是江炳坤 这海机会 至少 还是一块遮羞布 马英九 现在 连这一块遮羞布也不要了 直接用了一个对两岸 对台商 毫无专业 毫无能力 毫无贡献的林忠森 来组长海机会 各位啊 你们不担心吗 这样的政府 用人 只问血统存证 而不问能力 不问专业 这样的内阁 这样的政府 难道不应该换掉吗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大声疾呼 请各位国民党的委员 你们都认为 这个政府也做得不好 而如果 明天的投票 你们能够拿出 真正的良心 能够回应真正的民意 投出不信任票的话 那台湾才会有救 台湾才会有希望 我们也想 禁告国民党的党鞭们 不要去恐吓你们的委员 要祭出党祭 如果你对你们国民党的委员有信心 如果你对你们国民党的内阁有信心 你根本不用祭党祭 在不祭出党祭的结果之下 我们要看看 到底会有多少委员 对于这样的内阁 投出不信任票 不信任案 绝对不是儿戏 假如明天不信任案 不能通过 那只能代表 国民党的委员 还是屈服于在 马英九的淫威之下 接下来 该是人民揭竿起义的时候到来了 请